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视像讲话 联合国大会星期二至下个星期一举行 新华社报道,习近平将会以视像方式 出席联大首日会议和发表讲话 今次大会,聚焦新型肺炎、气候变化等议题 因应疫情,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改以视像举行 今年就有过八个国家元首到纽约出席大会 美国总统拜登会亲身到场